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我们在去年参与那个品牌药费计划当中的一个案子 那今天在这个跟各位镜头前面的所有的显达以及朋友们分享 大概分了两个主轴 这个品牌过去在走的这12年 然后我们走过什么路 以及为什么会想要参加这一次的药费计划 简单跟大家做个介绍 OK 那12锅呢当时我们在成立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的由来 大概就是一个锅子 然后承载了两种口味的汤底可以做选择 那台湾当时呢很早期 石头锅是我们在小时候的回忆 那随着时代的演变 石头锅反而在坊间变得比较少见 大概都以日式刷刷锅出现为主 所以我们当时在成立的时候就用一个锅里面有两种口味 所以命名为石头锅 那接下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石头锅成立是在2009年 那当时是在王品集团第一个平价的火锅 当时是用198均一价的套餐 那没有收服务费对王品集团来说 好像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所以在做这个品牌有非常多一路走过来 也看到冲击了过去我们所有的 在经营上面的惯性 以及我们在营运上面所有的突破 那在2009年成立之后呢 我们一路在观察顾客的需求 那陈如刚刚我们在那个副主任这边有跟我们介绍了 其实品牌在经营的时候也要观察消费者 在现场所需要的是什么 以及他潜在的需求 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看到 当时一直在门口让客人等待 为了要吃一锅 然后在现场排队 于是我们就做起了一个后卫系统 那方便让客人不用到现场 也可以借由手机APP来抽单 那除了2013年我们做了这件事以外 也发现其实饮食不只是透过满足生理需求 更希望消费者在吃的时候 能够感受到台湾这块土地的美好 从我们耕作的路上开始 从产地到餐桌一路送来的食材 怎么样让大家吃的安心 所以在2015年呢 我们也举办了食农教育 带消费者到现场一同体验食材的来源 到了2016年我们也开始做了 在任何节气的时候 如何让消费者跟了我们一起 当时十二锅在成立的时候 是以个人的小火锅为主 顾名思义也就是一个人用餐 是非常方便 各位通常在这个忙碌的世代 也是属于离乡的油脂居多 那很多人就是在离开家乡 到不同的城市打拼的同时 在特殊的季节 总是会想起家乡 想起妈妈 想起家里可以吃的东西 所以既然是做个人的火锅 我们也带着消费者一起 跟我们在这个节气里面 吃火锅也可以吃到新凯里根的季节 以及节气一起出火锅 到了2018年我们也开始发现 其实饮食开始有人开始有所谓的分水岭 在吃东西的时候 有人喜欢爱吃肉 有的人也喜欢吃菜 所以于是我们也推出了两个不同套餐的设计 那再来在2019年到2022年 我们也发现品牌走到了将近十年 应该让自己有一个不一样的呈现 那所以在品牌的部分 我们也让旗舰店重新 在消费者的消费体验当中 呈现十二国不同的心意 直到在2021年 我们也开始看产品的商品 就是我们也开始贩售 我们在现场所卖的一些零售产品 那这十二年来呢 十二国自律提供顾客好安心好刷取 总是新鲜的用餐体验 希望成为客人家中的第二个安心厨房 那其实在这一路以来 我们一直在看说 每一个节点我们都看到很用心 但是似乎少了一个制高点 怎么来看品牌如何走下去 尤其是在现在是一个功过于全的年代 那什么是品牌呢 也刚好借由这一次的机会 我们也想说怎么去认识自己 那刚从我们在2021年做零售产品之后 我们一路开始在看 这几年来我们做了什么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所做的这一切 做了一个所谓品牌的价值 把它重新做了一个梳理 十二国以十好物 农永续续粮食 作为我们品牌的精神 带给消费者新鲜安心的食材 同时取之社会用之社会 我们也持续合会社会 参与所谓的叙食的计划 支持在地好农 推广食农教育 那也让这个 不止它是一个火锅 它其实是一个平台 承载台湾无数人的梦想 可能从产地的耕作者 到也有需要我们协助 让资源能够再利用 然后让需要的人得到更多的协助 所以在这个平台 我们也做了这件事情 那这十二年来开始在看即将迈入 第十三年的同时 我们该如何做 那也非常感谢这一次计划 让我们开始有这个起心动念 其实品牌的核心应该要梳理的 就是概念它是要重新梳理 那再来第二个 我们在升级的目的和任务 这一次是什么 第三个就是在转化品牌理念 如何有效在市场沟通的资讯 所以在这一次的计划里面 让我学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在功过于成年代里面选择很多 其实需要的永远不多 那如何在这里面认识我是谁 我应该怎么走得长远 在这个品牌经营的路上 永远要认识自己是谁 那到底卖给谁 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在这一次的计划 很高兴让我们 在这个品牌瑞变的路上 从我们好安心好刷取 然后藉由我们的顾问公司的协助 把这句话更改为叫做 来点新鲜的 那这一次呢 非常感谢 在这个要非计划里面 引荐了我们认识的一个 DDG的这个顾问公司 协助我们一同来看 怎么认识自己以外 也如何让消费者更能够清晰 认识十二国在做些什么 所以接下来跟大家介绍 是我们这一路做了哪些事情 以及未来我们会做些什么 那这一次我们在出发之前 我们做了内部 先做内部同仁怎么对焦 这十二年来对品牌的认识 所以其实自己说一百遍 不如让内部的同仁自己来说 对这个品牌的认识是什么 以及在这十二年来 对我们支持的消费者 从内部到外部访谈完 对我们十二国的印象 以及这个品牌所说的是不是如他们所认知的这样子 那梳理完之后呢 带我们一起讨论 消费者最有共识品牌的个性就是 他是让人家安心的 然后消费者也认为新鲜是最能够代表十二国的词 所以如果有机会也可以回想一下 刚刚在前面介绍十二国这十二年来所走的路里面 是不是也给大家这样的印象 那这也是消费者在这个过去十二年来 对我们所产生品牌的个性 然后以及对舌购最代表的词 所落下的文字 那我们也借过这次书里的路上呢 让我们重新更认识自己 从新鲜和安心里面 我们过去所强调食材层层把关的安心 到食材新鲜和口味 新鲜的口味 那我们也要沟通 到底要怎么呈现我们的品牌的个性 过去呢我们用安心 然后食材新鲜和食材口味 石头锅酸酸酸酸 反而在个性过去我们是诚实温暖朴实 接下来在我们未来所走的路上 更应该让自己在一个人 大概十二岁 大概就是国小毕业 即将要到国中的阶段 那也就是从儿童期到青少年 应该有一个不同的转折 所以在个性上也会出现 它有更明显更鲜明的一个个性的代表 所以我们诚实能难存在的 再来我们会用活力的 以及有自信的表现在 未来我们跟消费者沟通 十二锅接下来的活力 同时我们以新鲜驱动品牌的概念 核心概念 那一样让大家觉得 品尝新鲜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因为其实新鲜无所不在 那如何让这个新鲜呢 能够概念能够落地 所以有三个体 有三个能够让概念呈现的地方 一个就是 秉持过去新鲜的食材 第二个新风味的汤底 第三个才会来自新鲜的体验 待会也会跟大家介绍 新鲜的体验来自于什么 那我们在品牌个性成如 过去十二年像儿童的时候 比较朴实 比较温暖 那在往青少年的路上呢 我们开始认识过去自己 十二年打的底之后 一路更坚信自己的初衷是什么 开始有自信 有活力的呈现 跟所有的消费者 以及我们内部的伙伴们沟通 过去我们所做的路 重新再次梳理 那这个初衷能难不变 只是我们要更 有活力的跟消费者介绍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牌 所以我们在品牌 首先在识别度 稍微做个修正 也许在这个两个logo上面 之前一样石头锅 十二锅石头锅点酸酸锅 那未来因为在这个品牌呢 我们让颜色呈现得更鲜明 那字体稍微做个修正 以及我们在我们辅助图形里面 其实过去的色带是绿色跟红色 接下来我们也会用 棋盘格的图文 呈现在我们的门店 这也是我们在内部里面 非常喜欢的一张照片 一个图文 主要是说其实火锅 其实它讲究的是安心 然后讲究的是新鲜 同时我们更要有 规律规则的选择来源 所以也因为在几次访谈 顾问公司也觉得 应该把每一个规则 一样用一个一个 不同过去我们的logo 这样去排列整齐 当排列出来之后 它呈现的就是一种精神 所以用这样呈现 能够呈现都会明快的形象 让小维尔看到 新鲜的体验就是来自于 从视觉开始 所以五感体验第一感从视觉 那接下来我们也会增加 我们的色彩的运用 从过去我们运用 用食材的联想 到让我们从主色系 然后到辅助色系 重新做个重新对焦 让这个品牌的精神 能够展现活力和新鲜 那视觉的联想能够从 各式各样的蔬菜的农产品 以及鲜嫩的 圆块肉的色泽去呈现 自然的颜色 然后新鲜的呈现 那我们在整个内部的品牌标语 也就是我们的slogan 从过去的好安心好刷取 到来点新鲜的 其实这个来点新鲜的 也就是来自于 传递12国的活力自信 和亲切的个性 那因为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 如何让每天自己充满活力 每天起来告诉自己 来点新鲜的 激活自己每一天 这也是我们接下来 要跟所谓每一个同仁 以及每一个消费者 其实生活不孤单 只要我们愿意用心 好好的感受 就是每天的美好 其实来点新鲜的 也是一种生活当中 让自己不会一成不变 同时也带我们开始看 在每次呈现的视觉里面 我们的拍摄选择 过去我们也会参考 很多业界呈现的做法 当在公共于求年代 选择太多 真的往往走了路越远 忘了自己是谁 所以经由这一次的 要飞计划 让我们重新梳理 其实真正呈现 就是精美的 呈现真正最主要的核心 就是在食材 那在食材呈现的同时 让它鲜艳的颜色 自然的呈现 以及让旁边呈现的 就是只有食材为主视觉 让其他所谓的 附属在旁边的所有东西 只要呈现简单的底色 一样呈现的就是简单自然 活力 然后排列逾越和现代 以及都会呈现在 这个所有的照片当中 这也是在新鲜体验里面的 除了logo以外 呈现在就是视觉产品的呈现 除此之外我们也在看 呃 在这一次疫情过程当中 也过去从现场提供满满的 呃 现场的体验 从呃 感受到菜盘的呈现 以及感受到现场吃火锅 然后煮火锅的呃 呃 沸腾的感受到那个温度 以及听到那个滚的声音 其实在疫情过程当中 也有客人开始改变了他的形态 就是从内用 作餐到家餐 当他在交餐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呈现我们整体的产品 也是在这一次呃 在辅导计划里面 让我们重新再梳理 重新定位好呃 呃 在成品整个视觉上面 让我们能够让消费者感受到 不止你可以到12国来用餐 同时你也可以带回家 那您所带回家每个产品 我们也帮您重新设计过 所以在我们的提袋 到整个包装材 你在取材上面都是非常容易 也因为这样可以看到 新鲜无所不在 最后也让大家看到 我们在呃 产品的部分 借由门店消费者所喜欢的产品 我们开始在通路上贩售 当你在通路上贩售 你是所有货架里面的之一 如何呈现这个品牌的分方 以及在零呃在 零呃在 零呃 在零呃 的门店里面 消费者体验 以及在零售货架上面 感受是一样一致的 呈现的情况下 我们更应该梳理到极简 然后让大家认识 品牌要呈现的是什么 一样维持刚刚的精神 所走的路 就是呈现一致性 也就是最好品牌的展现 所以呃 也跟大家分享 这是我们在这个 去年参加要非计划里面 品牌瑞变之路 带我们重新诊断 过后梳理 让自己知道自己的初衷 为何 然后如何简单 坚信的这个信念 也用来点新鲜的激活 每一天 那也呃 祝福大家 我们每一天都可以 来点新鲜的 谢谢 品牌台湾 绽放全球 全球 公主 我们下期讀 请不吝点赞 集中文字幕